Hello 大家好 朱春奴 剛剛中午說政府對換錢黨刑事化 仍未有定案的時候 下午出現180度的轉變 澳門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 今天下午指出 今天議員和政府磋商之後 決定將會在不發博彩罪中加入新條文 將換錢黨刑事化 各位換錢黨聽實 說鑑於換錢黨亂帳 最近越來越猖獗 還搞死人 經多名議員提議 政府在打擊非法賭博犯罪法案作出重大修改 新增經營為博彩而不法兌換刑事化條文 並列明未依法獲批准經營貨幣兌換業務 供賭博的用途 可以處於一個月至五年的徒刑 由於這條文最高刑罰超過三年 所以當換錢黨被捕之後 法官有權對他進行機壓 而這條條文亦同樣規定 只要在娛樂場或娛樂場的附屬設施 包括在酒店、眾藝館、其他商業設施等地方 即是整個綜合道家村內進行不法的貨幣兌換業務 軍會被列為博彩用途 所以換錢黨不只在賭場裡唱錢 你在賭場、道家村的酒店、房間、酒店大堂、 酒店門口對出的廣場空地範圍內兌換 以為沒事 其實是不行的 執法人員抓到你 會視這個兌換行為為賭博而進行 就會違法這個法例 一經定罪 除了要判刑、坐牢之外 還可以處理附加刑 這些業務行為不受法律規管 以現行的金融法律處以行政罰款 而對於一些找換錢黨、換錢的客人 他們的行為仍然不受處罰 立法會說 相信這個法案能夠在今年內 提交立法會大會審議的通過 法案建議在公佈第一期就會生效 當局以往 對換錢黨刑事化的問題 都是有些保留的 有些猶疑不決 今次可能因為搞死了人 再加上要配合國家 不配合國家怎樣打擊 所以突然180度轉變 換錢黨刑事化之後 相信阻嚇力大了很多 做換錢黨的成本一定高了很多 應該大大能夠壓止換錢黨在澳門賭場的活動 不過如果在賭場裡面換錢 要坐牢的話 會不會趕去換錢黨 出街換錢呢 到時他們不在賭場 不在酒店裡面換 不在餐廳裡面換 不在酒出街換 對社區的影響又會怎樣呢 這個真是不得而知了 好 這集就到這裡 到這裡之前 記得訂閱